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而且是一个字符形成的这样的线性表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数据结构 有一些不同于一般的线性表的一些操作方法 那么我们这个课呢 主要是在这四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一个是字符上抽样数据类型 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另外就是字符串的存储结构 我们也简单介绍 另外就是有几个字符串的简单的运算 我们大概就是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实最主要的呢 就是字符串的模式匹配方法 那么这个字符串的模式匹配的话呢 它主要是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数据结构算法 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个思想在里面 思想和技巧在里面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字符串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字符串呢 我们想就是说定义它的这个抽象数据类型 因为我们前面也讲过 抽象数据类型呢 主要就是说 一个是它的那个逻辑结构 另外就是定义在上面的运算 那么逻辑结构呢 我们知道这个很简单 它主要的就是说 它的这个元素呢 它有一些限制 它是字符 对吧 那么它就是一种线性结构 那么它的运算呢 大家想一想 咱们一般的这个线性结构或者是其他数据结构的话 就是增三查改 对吧 那么这个查的话呢 在咱们这个字符串结构里面呢 它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对于一般的这个数据结构的话 我们查的话 就是说往往是查找某一个 就是具有某一个属性的这个元素 对吧 那么在字符串这个结构里面呢 我们查一个一个字符 你想一个字符串里面查一个字符 可能就有时候意义不是那么重大 有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查找一个串 就是字符串里面查找连续的子串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快速模式匹配算法呢 是非常重要的 在字符串里面 好 那么 这个字符串呢 我们稍微来过一下它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那么这个字符串的话呢 它是由零或者是多个字符顺序排列 组成的这么一个结构 那么有的时候呢 也简称串 那么它这里有零和多个 那么你就知道它是实际上是允许有空串的 对吧 那么串的长度的话呢 就是这个字符串里面所包含的字符个数 那么字符串常数的话呢 我们知道就是字符串常数的话 那么我们在C++C这一类语言里面呢 我是用那个双引号给它引出来的 那么双引号你比如说像我们这里的一个例子 双引号 然后反斜杠N对吧 这是表示回车 那么这个呢 它双引号和单引号是不一样的 双引号呢是表示是串 那么它只有一个字符 那它也是串 如果是单引号呢 它就是字符 那么这个串是什么意思 串的话呢 就是说它是长度为0到一个 比如0到K的这么一个字符 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顺序的排列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们对于这个字符串呢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我要表示什么时候是串结束了 这个就有点像那个练表里面 我们要表示什么时候是练表结束了 那么在这个字符串里面呢 在C语言这种结构里面呢 它是用那个反斜杠0或者是叫做now 对吧 来表示这个串 串尾 串结束 所以呢 如果是说你对于单个字符的串 实际上它存储在 用来存储你这个结构的这么一个存储空间 有多少个那个字符空间呢 如果是一个字符的 它还有那个串尾 串结束的标志 所以有两个 这就是说单个字符跟只有一个字符的串 它的差别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注意 其实你如果是在编译的时候呢 初学者经常会犯这个错误的 就是到底是 尤其是对单个的那个字符 就是到底是单引号还是双引号 实际上我们这个教材的话呢 我们当时编写这个的时候 仔细的过了一遍 实际上也有一些这种小的毛病 那么尽量给改正了一下 那么字符串常数的话呢 实际上在C和C++里面 就是用这个双引号给引起来的 这样的一些字符 对吧 那么里面呢 你可以有空格 空格也是属于它里面的元素 对吧 有空格和没有空格是不一样的 而字符串变量的话呢 就是说 我这个C语言里面呢 就是它实际上有一个string类 对吧 小写的string.h 那么它你可以来定义这个字符串了 那么 这个字符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字符 是组成字符串的基本的这个单位了 就是说字符串它显然是由字符来组成的了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在讲那个第一次讲概论的时候也提到了 对吧 它这个字符的话 有一些编码的这个问题 比如说那个对于西文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单字节的就够了 对吧 八个bit 那么一个bit 八个bit 对吧 那么对于有一些那个比较特殊的 像汉字的话呢 一般我们可能是需要双字节 对吧 那么在座的同学可能没有进行那些操作了 当时我们学计算机的时候 很多那个要处理中文软件的 好多好多那个程序 都是我们自己编 我都编过 自己编过好几个这样类似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 而且你还要注意 因为中英文它混编在一起嘛 对吧 所以它得要注意分割 什么时候是中文 什么时候是英文 那么我们当时有很多那个 当时中国国产的这个软件刚起步嘛 有很多那种编辑软件 编着编着 它给你半码字符 就全穿位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很麻烦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它主要是 就是说 一个中文的话还算好一点 好像是 有些阿拉伯文 好像还得要用那个四个 四个那个字节来表示 对吧 像unicode呢 它就开放的 就说 它可以允许你用四个字节 就是所有的 全世界的文字都放在一起来变 对吧 unicode它是自己有个organization 是一个国际的标准 标准和组织 就专门对字符的 那么 字符的这个编码的规则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 我们也不 就是说 不讨论那么多了 实际上就是说 在我们的这个 数据结构这个教材里面呢 我们一般来说 我们是就讨论这种西文的这种处理 比如说 包括那个 就是快速匹配的算法呀等等 我们都是对于那个 就是对英文字母来说的 对吧 那么中文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 没有 单独来讨论 实际上中文的话 还是可以用这种思想 然后再进行一些 一些那个处理 主要是你要看 你的这个字节 对吧 字节数不一样 而且还有就是 有可能中英文混编的 这样的模式匹配 对吧 好 那么 这个 字符的 这个编码顺序的话呢 这个是 就是说 根据一些规定了 对吧 那么实际上 比如说像 机器内码呀 像咱们的那个 汉字的话 机器内码 国标码 对吧 它给你规定了 那么实际上 在我们具体的 运算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 根据我们自己 不同的需要 我来 尤其是对于汉字这样的 我们可能 我需要 对它进行那个 就比如说 按照拼音序来排 或者是说 我按照它的这个 笔画顺序来排 对吧 那么 实际上有很多 英文的软件的话呢 它就缺少 对中文的这个 排序的这个功能 当然现在软件 接口都还比较好 它有的软件 它可以给你流出来 你自己 再根据你的这个需要 你给它添加一个 排序的这么一个 插件一样的 然后再 就可以操作了 那么 这个 C++的这个标准的 支付串 这个函数库呢 其实 基本呢 咱们也够用了 对吧 那么如果是说 用MFC的同学的话呢 你还可以用它 它那个 就是 Edit的那个类 然后它 它的提供的功能 就更多一点 那么这个 创的这个结束笔 返斜杠0 这个也给大家讲过了 对吧 表示这个 创的结束 那么这个呢 你就想象是 在我们这个 带电表里面 那个结尾的 那个NOW 对吧 就是这么一个NOW笔 那这些 就支付串的 到底有哪些操作 这实际上都是标准的 这还不说C++了 这是标准的C 里面就是有这些 比如说 我要取串的这个长度 还要拷贝串 还有就是串的这个拼接 就是两个串 再拼接成 就是把它顺序连起来 拼接成一个新的串 对吧 另外还有就是 支付串的这个笔角 这个笔角的话 实际上它就是按照 实际上就是按照 Aschema的这个顺序来比的 其实也就是相当于 这个字典顺序 就是Stream 那个CMP 这些东西 对吧 另外呢 就是说 还有一些定位的 就是说 我找出这个 这个串里面的某一个字符 它的这个位置 教材里面呢 它定义了一个 一个叫做 Stream的类 这是 这是教材里面 自己定义的 处理 指串呢 是属于这个 串 支付串 这样一种数据结构 里面一个比较独特的 对吧 因为我们在 一整串里面 我们可能要 匹配 匹配某一个指串 比如说很明显的 像大家 那个经常用到编辑器 比如说Word呀 或者是说 这个 其他的像 像VC啊 这里面的 你编原程序的时候 你就经常需要 那个 比如说全局修改 对吧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有一个 你自己 就相当于你自己定义红一样的 有一串 那个制服串 你打起来呢 比较麻烦 然后你就MMM 对吧 然后最后呢 你再来替换一下 比如说MMM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最后把MMM 替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省得你每个地方 需要出现的时候 都打这个 对吧 那么就这样的话呢 就需要 把这个指串给找出来 对吧 而且还要 有可能是有的时候 找出来要进行 整体的删除 有时候整体的修改 还有比如说 那个 像法轮功 这种词 你到哪个网站 你要发帖子的时候 有这种词 可能burn就给你过滤掉 不让你发 对吧 有不文明的词汇 那么这就是有那个 字符串的 这样的操作 那么 这些 这些内容的话呢 我们就过去 那我们直接看一下 就是说 字符串的这种 存储结构 对吧 我们也只是稍微讨论一下 其实最后定论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实际上是用顺序类型来存储了 对吧 那我们实际上来想一想 就字符串 这样的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它的每一个元素呢 是一个字符 对吧 那么用 想象一下我们前面介绍的 那个顺序链接 索引 闪链 这几种存储的方法 那么很明显呢 顺序和链接 是还是可以考虑的 对吧 索引 闪链 你都这么小的东西 用那么大的 这个存储结构 没必要 这么一个直串 对吧 一个小小的串 那么 链接的链 明显的感觉得到 就是如果是链接 我一个字符就存 占一个节点位置 这样的话呢 它的这个指针呢 占一个byte 就是八个位 对吧 那么我 不是一个byte 就四个byte 四十二个位 那么我一个字符呢 我才占一个byte 八个位 那么这个就很不匹配了 也就是说 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 就是 它的存储效率呢 就比较低 因此呢 那种方法就不太合适 那么从前呢 也有人试过 比如说 它就再多存一点 比如说 一个节点里面 一个链表的节点里面 存四个 四个字符 这样的形式 那么这就是 它的存储效率高一点 对吧 达到百分之五十 另外一个 另外一半呢 是用来存指针 那么这样的存储方法呢 它的麻烦呢 就是说 我要 要来找指针的时候 我还可能跨越节点 对吧 很麻烦 所以呢 大家可以想象 最后的这个定论的话呢 肯定是 它就用来 就是说 用顺序存储 就用这个 我们通常的这种 宿主的方法来存 但是呢 用这个顺序存储的话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字符串呢 它实际上 它是 它是大大小小 它经常变化的 对不对 有时候这个串 经过 比如说你 就是 制服上 我们可以把 这个制服上当做 比如说你目前正在 编辑的 这么一封email 整体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 你 随着你自己 不断地写 你这个email 可能很长 对吧 那么也有可能 你是把 一篇email的话呢 你copy给朋友 那么其中有些东西呢 你觉得不要 你把它删掉 那么这个可能变短 对吧 那么 还有就是我们编的 这个 我们编的作业程序的话 也是 有时候短 有时候长 对吧 短短长长 它总是在变化的 那么就 因此呢 就涉及到这个 就是说 这个存储 它实际上是 总是在动态地分配的 所以有的 有的那个管理方法呢 就是说 就像我们 给大家留的 那个上级题 要让大家用那个 11.3的free list 一样 对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它自己 开辟一个存储词 自己开辟一个 大的存储词 当我需要那个存储空间的时候呢 我从我那个存储词里面找 这个有什么好处 这就避免你老是跟系统去 要一个新串 然后又给它delete一个旧串 然后返回给它 对吧 因为从前的话呢 这些编译系统 或者操作系统呢 他们管理这个 管理这个空间啊 不是太好 就是这个程序 它在运行当中 它所使用的 分配的这些空间呢 不能够及时地被系统收回起来 那个给其他的程序啊 或者是给其他的应用程序啊 那样来使用 甚至给你自己来使用 它都收回不了 因此呢 就也是有那样的 就是说 在这种方法里面 就是也这种顺序存储的方法 那么我们 原来呢 就是把它叫做堆 这个堆呢 跟堆栈不一样 跟堆栈的堆不一样 我们堆栈的那个 就是我们那个stack 原来也有人翻译成堆栈 那实际上就是 就是栈 那么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栈 那么这个堆呢 跟我们 后面要讲的 二叉树的一种堆结构 也不一样 那么它实际上就是 一个 一个这样的 一个存储池 就是你自己来管理的 而且 很多情况下就是 专门用来 对这个制服串 来进行 我自己管理 我的这个制服串的 空间的 动态的 分配和回收 那么 这个制服串的 就是说 顺序存储方法呢 比如说 它可以用 有几种存储方法 这是就是说 稍微讨论一下 那么其实 大家也知道 我们现在通常用的 就是我们先 目前世界家的 这种存储方法 对吧 你其中有一种方案的话呢 原来就是人们在 最开始的时候 计算机科学家 来寻找这些方案 实现方案的时候 所以有一种方案 就是说 这个 把这个S0呢 用来存储 这个 串长 用来存储 串长 那么 这个限制的话呢 就是说 你串长的 不能特别长 比如说我要 一个超长串 比如说我一个 巨大的文件 那么 这个限制是 有一些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实际上 实际上是这种结构型的 就是说 它 这个呢 有一个 就是一个结构型的 这么一个存储 那么 其中有一个field 有个域呢 就是来表示串长的 那么这个串长 我可以根据你的长度呢 我申请不同的 比如说我 长整形啊 或者是什么呀 我总能来表示 你的这个串长的 串长的那个长度 对吧 那么 还有一个域呢 就是 根据你 动态申请的 这个宿主大小 这样组合起来 这个就是说 长度呢 另外放在 另外放在一个 这个field里面 这个用起来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多一个 这么一个东西呢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而且 大家想 我实际上 这个 这不串 它的这个 比如说它的长度 因为它是在顺序的 宿主里面的 我其实要 操作起来 我要 要找它长度 其实还是蛮快的 对吧 因此呢 目前来说 我们这个 就是通用的呢 我们就是 最后 给它一个串的 这个结束标记 一个反系杠零 那么 这种 存储结构 是比较 常用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 注意这个 这个标记 好 那么 我们讲完这个 它的这个 存储的方法以后呢 那么 就不给大家讲那么多了 大家自己再去查一下一些相关的资料 实际上查那个 那个 MSDN 就是 那个MSC里面的一些参考手册 也能找得到 就是它的一些这个定义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 STL里面也有一些资源 你可以看 另外就是我说的那个 William Ford 他那本书里面呢 也有 也有相当多的 这个 就是对于川的 这个描述呢 也比较详尽的 那么 这里面的一些 就是你想象的 这个对于川的操作 那么 增三 茶 改 对吧 那么我们还是围绕这个增三 茶 改来想 我们脱离这个PPT 我们自己来想 增 那么这个增的话呢 插入一个字符 这个其实不太常见 其实我往往我就是插入一个字符串 对吧 插入一个子串 所以这个这个跟通常的那些线性结构也不太一样 对吧 三 我也可能是删除一个子串 那么 这个茶 茶的话呢 我也可能是要找一个子串 对不对 而且我增和 我前面说的那个删除 删除的话 我可能就基于 我先找到再删除 对吧 那么改的话呢 就是一种替换一样 那我可能是把一个子串 替换成另外一个子串 这 就大家想一想 你自己 常用的 那些编辑的功能 对吧 就是你用来编辑这个文本 的编辑功能 大概就是 这里面呢 基本上都 能涉及到 对吧 那么 这个呢 是 这个是 就是说 这种字符串类 所谓字符串类的 这个 存储的方法 实际上这个呢 是我们书上 定义的 这个字符串的 这个结构 那个class里面 那个string 那个class里面 它呢 单独有一个域 是size 这个size呢 记录这个字符串的 长度 然后呢 它 还有一个 域的话 是 是专门用来存储 这个字符串的 这个存储空间的 那我们在后面的 一些例子呢 我可以再 带着大家再 再回顾一下 那么 它的这个存储 大概就是这样 就是 这是实际上 就是说一个 你可以把它看作 一个封装的这个类 它有好多操作方法 那么 其中 有两个 我们经常要用到的 这个 实际上涉及到 存储的地方呢 一个就是size 一个就是识菌 它那个给你分配的 实际的 串的 这个位置 那么这里呢 是我们稍微 说一说 那个 VC里面 它有个 C识菌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它声称是动态 自动的 这个动态的 存储管理 你这个 你这个new和delete 你都 可以不去管它了 它自己去控制回收 它对这个串 专门有一个管理 我估计 它可能就是 像我们说的 它实际上 它有个 自己有个 对串的 专门的一个 存储 存储词 或者叫堆 然后呢 这个串的最大长度 不超过2GB 那这个就很大了 这实际上就是 你可以想象 它是个大文件 可以任意的 编辑 对吧 比较方便 然后呢 有些这个 变量声明的 这个特点 这些东西 都自己去用一用 查一查资料 就可以了 但是 我们教材上呢 我们是用的 我们自己定义的 一个string.h 对 那个 自己定义的 一个string class 对吧 那么 这些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方法 也是比较独特的 比如说 它能够 全部变成大写啊 或者全部变成小写啊 把某一个子串 对吧 这个也挺方便的 这些 支付串运算的 这些实现方法呢 对我们就 不在课堂上 带着大家讨论了 那么我们 可能就直接的 过到 那个 最主要的 一个操作 就是说 我们要 过到 那个 过到 那个 模式匹配的 这个操作 那么 这个模式匹配呢 实际上呢 应该布置 大家 先去 预习 但是 根据我 以往的经验呢 我 尽管我使劲说 大家去 预习 但是预习的呢 还是那几个 还是那三五个 不超过十个的同学 会去预习 所以 我也说 疲了 一般就 后来就 不说了 大家可以看我 02年的网站 还这个 这个课很难 这堂课 你预习 最后 那个考察结果呢 不预习的 还是不预习 所以我们呢 还是在课堂上 尽量的 把重点的突出一下 给大家慢慢的过一下 这个模式匹配的内容呢 说实在的 那个是 是挺难理解的 因为 你想 那几个 以那个 Kluse为首的 这几个 Kluse Morris 还有Prett Prett 这三个人 做的这个算法 那是大牛级的 一般的人 你要是说 一堂课 就把它给掌握下来了 那你也是大牛了 那么 所谓 模式匹配 其实呢 就是 在这个串里面 查找 我所需要的 这样一个 指串 对吧 就是我指定一个指串 然后在你那个 目标串里面 你给我找 有没有 这个是什么 这是我们编辑的 我们编辑操作的基础 我们有很多同学 都很会编辑啊 尤其是 据说 那个 有的同学 有的那个什么 尤其是那个五指题 他可能是抄袭的 但是他抄袭了 老师没发现 那么就是他编辑的 技巧很强的 那么 这个 这个任务的话呢 是真的是 编辑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而且 你如果能够 快速的 查找 对吧 能够使得这个任务 完成的比较快的话呢 显然 大家用起来更方便 那我们图示来看呢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对吧 这个S的话呢 我们假设 它是那个source 对吧 就是这个source source string 对吧 那个P呢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pattern string 就是它一个模式 那么 实际上呢 我们就是要找到 这样 就是相邻的 对吧 这么一个 在S里面的相邻的 这样一个子串 那么 这个子串呢 跟P里面的 这些分别的 这些字符呢 都是一一对应的 对吧 就这么一个事 那么这个事呢 其实呢 你要是 要是那个 比较简单的 来处理它 其实也是很简单的 你想 你就拿着这个模式 就 那个 当然我们人来看 其实你看起来 是很快的 对吧 你一会儿就 就看出来 在什么地方 因为你 你有一些快速的 一些智能的 这种能力 对吧 尤其是那种 读书比较快的人 对吧 大家也知道 平时读书的话 有人读得慢 有人读得快 对吧 那么读书多的人 他这个来找这个串 肯定是 更快 而且他找到这个串 而且这个词汇 尤其是中文 对吧 中文呢 实际上 他没有空格 来给你断词 对不对 那我还得断词 是不是 然后断词以后呢 还要在脑袋里面 形成一个概念 对吧 这个概念跟概念呢 通过这个 一些语法词 那个连成句子 还要形成 形成一种场景 一种事件 或者一些 什么什么事情 对吧 然后你才 把它读出来 那么计算机呢 不行 对吧 计算机的这个智能 比较差一点 那么我们想象 让计算机来处理的话呢 最简单的就是什么 我拿着这一个指串 对不对 我从对着这个目标 我就当它是一个 一个这样的 就是说 这样一个模板 我这么一节节的 给它比过去 对吧 我一节节的 这个不行 比如说我这个整体 在这里 整体的比 0到m-1 比m个字符 我在这里整体的 比一下 如果匹配了的话呢 那就可以 对吧 而且计算机来说的话 它要匹配 它是很傻的匹配的 它会 一个一个的来 先 P0跟S0比 P1跟 P1跟 S1比 然后 逐个逐个逐个 逐个逐个进行这个比 对吧 如果是说 比的过程中 哪一位 发现 不匹配了 它还比吗 如果还比 就真的太傻了 那就不比了 然后接着 接着怎么办呢 接着就是说 这一段 假设就没比成功 那么第二次呢 我们就还是进步一点了 拿P0跟 S1比 对不对 然后P2呢 P1呢 跟S2比 然后再 Pm-1呢 跟 S的 M比 对不对 也是逐个逐个比 比到哪一位 不行了 赶紧退回来 然后再换一个 这样来比 好 大家理解这种比法了吧 那么 这么比一个 假设你这个 串的 这个 就是模式的 这个串长是M 对吧 这个目标的串长是N 那么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只说量级 那些什么减一啊 什么什么几乘几啊 我们都可以不管 那么 你想象一下 最坏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 每次都比到最后一个 不等 然后退回去 比到最后一个 不等 退回去 对不对 因为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例子就是 比如说 A 20个A 再一个B 然后呢 再给你一个 A A B 这个这里的A呢 是比如说五个A 一个B 你想是不是这个情况了 是不是这个场景 对不对 每次比到B 不等 从退回来 再走一遍 再走一遍 对不对 那么这个量级的话 会是什么 就是 M 乘以N 对不对 M乘以N 是不是 那么 这个的话呢 这种 这种 处理速度呢 假设这个M又比较大 N也很大 这个处理速度就 就很糟糕了 对吧 那么 而且这个 你想 这个一个模式匹配呢 是在 那个 整个 编辑操作啊 这种 字符串类的 这些操作里面 是属于 非常关键的操作 你的效率这么低的话 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低效率的算法呢 我们也来看一看 好 那么 这个呢 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模式 普通模式匹配的 这么一个 例子 对吧 也就是说 我们每次 发现不等 发现不等的话呢 我们老老实实的 这个模式的话呢 只是 就是说 又得从头开始比 那么 对于 这个 目标 这个 就是 圆串呢 对吧 这个sauce串呢 那么 实际上呢 我们假设 刚才是从 比如说 这个位置吧 我们刚才是从 I位 开始比较的 对吧 那么 比到 某一个K位 不等了 那么 我们回过头来呢 我们下一次 是干什么呢 我们是拿着 s的 I加 1位 就是 sI加 1 跟 P0 从头比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那么 这个 这个方法呢 就叫做 有回数的方法 这个回数呢 而且回的还挺大 就一下子 我不管你这个 K走到 离I多远的地方 我都一下子 都回退 回来 退到最开始 这个地方 重新来比 对吧 那么 这是 那个 朴素的 模式匹配方法 那么 这个 朴素的 模式匹配方法的话呢 有一些 实现方法 就是你也可以借用 那个 我们系统的一些 球子串啊 什么这些 方法来实现 其实 在我们这个 sg.s里面 定义的 这些方法的话呢 其实啊 他不一定 就是说 每一个都是必备的 实际上我们 设计结构里面 也是很多情况 是这样 就是说 他不一定 每一个都是必备的 有的时候 你常用的 你可以再专定一个 比如说 例子就是像 咱们那个 判断 在顺序的 对列和顺序的 站里面 我判断 这个 站空 站满 还有顺序 对列的 这个空和满 我其实可以通过 我那些下标 通过我那些东西 我就判断得出来 对不对 那我也不一定说 我非得要定义 那个 is empty 这个函数 对不对 但是我们经常 要用到 is empty 所以我们定义一下 使它概念 比较清楚一点 那个 大家读你的算法呢 比较好懂 好懂一点 那么 这个算法 3 3.13 对吧 这个算法3.13 大家要注意 我们其实呢 是用到的 用到的不是 那个sqin.h 明白吗 我们是用的是 我们用的是 我们自己定义的 不是系统的 那个sqin.h 所以是我们自己的 sqin.h 这个一定要注意 它里面用的 这些方法 用的这些 调用的这些 这些成员函数 都是我们前面 有那个串的定义 在我们教材的 第62页 这些串的定义 实际上我们用的是 我们这里定义的东西 所以呢 你要注意 这就是属于 小的语法问题了 就是说 你要注意你是 比如说我把它放在 跟我这个 cpp程序 一个目录底下呢 那我要是 那个双引号 然后而且是大写的 sqin.h 对吧 是我们那里面的 当然这个大小写 因为在文件名 那个vc底下 它不认这个 就它不区别大小写 那还没有什么 太多关系 你要是到别的地方的话 到unit环境下 你大小写 都要很严格的区分 那么 为了区别 区别于 那个标准 c++的 小写的sqin.h 监控号的 我们还是给它 大写好了 大写 而且是双引号 然后这个就 就比较 比较简单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普速的 模式匹配算法 一 这个算法一呢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方法呢 其实是 很简单 也就是说 我呢 你这个 你这个模式不是 长度 我能知道吗 这个p 它的长度 我能知道吗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就是在 假设这个s串 对吧 s串有这么多东西 p p串这么一点 它在s串里面呢 从这个 你指定的开始的位置 这个开始位置 你不指定 你或者指定为零位置 也行 对不对 从这个 某一个开始位置 起 然后呢 它去 查找这个指串 对不对 那它想 反正你就是这么来比的嘛 所以呢 我每次呢 我就 取这个s串里面 我从这个开始位置取 取长度 为你这个p的 这个size 这么一个指串 然后呢 拿这个指串呢 跟p一比 对不对 等和不等 只有两种嘛 等和不等 它要么就是 原始要么就是no 对不对 那么 因此呢 就看它等和不等 如果是 相等的话呢 那它就找到了 而且这个位置的话 它就给你返回 是不是 如果不等的话呢 那个 它就 再换一个 就是它这个开始位置呢 往下头走一位 再来取个指串 再给你比 对不对 这个 就是这个好处呢 就是说 利用了系统的 这些 就利用了人家实现的 这些函数 然后使得我编成了 稍微简单一点 好 那么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 有一些边界呢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其实就是 这个边界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上一届 改了的 这个 这个后来 需要是把它改过来了 它还是对的 就是我们教材上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么 首先呢 你可以看一下 它取 它要取这个一串 等和不等 你想象一下 那么 它的这个 它要在这个s串里面 取指串 它是不是 势必有一个 有一个界线 就是last的start index 对不对 你如果超过这个界线的话呢 你取出的指串长度 都不够 那个p的串长度 你还说什么 找指串啊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 这个last index 是什么意思呢 last index 就是说 这个 这个s串里面 它最后 能取到 就是有p串 这么串的 这个长度 的最后一个起点位置 这个限制一下 知道吧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说 如果是说 这个 这个last 这个位置 它还小于这个 那当然就 不用说了 你不用比了 对吧 我们找到这个 这个 串的 这个 就是last的 那个位置 然后这个g呢 是s串里面的 那个下标的 一个游标 对不对 它就往下头涨 而且每次 每次增长 都是涨一个 你看 每次增长一个 不等的话 我再回过头来 那么这个 干的活就很简单 这个s串里面 对吧 然后从它的 这个起始位置 找它的这个长度为p size的这么一个尺寸 这个尺寸呢 跟p去比 等不等 这个等 这个等的操作啊 实际上是在我们前面 62页定义的那个string内里面 我是进行了这个运算服务的重载 是我们自己编的 对不对 这是我们自己编的 而且还有这个p.size 这也是我们那里面定义的一个field 对吧 这个size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好 那么如果是等的话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g这个起点位置返回就行了 如果不等的话呢 那么就接着把这个g呢增长一位 在这个s里面呢 就是我们说如果它前面是从i开始比的 那么现在呢 从i加1开始来取指串来比 对吧 这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如果做完了以后 还没有都没有指串 能满足你这个 满足这个要求 那么就可以return一个-1 这个-1的话 正好它作为一种 它跟这个下标呢 一致 它可以 我看到如果是一个大于0的这么一个返回值 我就知道 那个值就是我的下标的起始位置 如果是得到-1的返回值 我就知道那个匹配失败了 没有这个指串 好 那么这个原始的操作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是通过系统的 这些函数 对吧 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类的函数来实现的 这样我就编成来说呢 是简单一点 那么其实呢 我也可以自己来编 对不对 我自己来编的话呢 我就那个在比较等和不等的地方呢 我可以自己来做一点事情 对不对 那么 同样 这个last index 我们也可以来利用一下 就是说看 这个就可以过滤一下 如果这个last index 它小于你规定的这个start 那么肯定我们也是没法跟你找到这样一个指串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说 我们这里 那个大家注意看一下教材第78页 对照一下 因为这里有些小错 我要带着大家改一下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int 那个I和J 它没有定义 这个请大家加一下定义 对吧 这个小错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对我们学数据库的人来说 确实就假设你们考试的时候犯了这个错 一分的不会扣 就不会扣分 我们主要是关心的那个 就是说你的思想 你的整个框架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在程序这个要求 我们不是很严 但是呢 咱们还是尽量的改对了 是吧 就是还是你们作为程序员来说 你还是应该养成比较严谨的习惯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是说 有这么一个事情来了 开始匹配 对吧 I的话 我们记得 I是那个S串的游标 J的话呢 是P串的游标 好 那么 按照我们教材呢 这里 你看我画了几个 画了几个红的地方 不知道有多少同学 已经看到我那个纠错的 网上纠错的 我们等会儿可以 那个 刚刚大家网址 其实我都放在那上头 我们大家不太喜欢去上我们课程网 去找资料 那么 这里 这里 那个小鱼 它原来是小鱼 等于 last index 我还少写了一个 然后呢 J呢 小鱼等于 P size 好 那个这里有一个 等于等于 这是我们 这个没问题 这个 它揪过来了 那么 这里有什么毛病呢 我们 有没有 昨天看了 我那个 起码有两个同学回答了 就是说 顶了一下我的帖子 对吧 揪错帖 有谁发现这里有什么毛病 就是你别看我这个上头吧 你就看教材上头 I小鱼等于 last index 和 J小鱼 P 点size 有什么毛病 现在回答不出来啊 现在回答不出来呢 我可以给你十分钟 就是在休息的时间 大家也可以讨论 然后我们一会再来回答 还有要揪错的 当然如果你没有预习 我估计你是揪不出来 如果你没去 看我那个帖子 你可能也是 揪不太出来 那么 还有一个揪错的任务呢 也留给大家在这个十分钟之内 热烈讨论 然后再来看一下能不能揪出来 那么这个呢是第八十三页 第八十二页和第八三页 这个算法三点一六 有一些错 这个错呢 也是请大家来揪一揪 我们这堂课呢 就到这儿 然后大家下课可以揪错 然后一会儿上课的时候呢 我看看谁能揪出来